隨著更多民眾獲派發新冠病毒快速測試配套 安省科學顧問建議使用時 不只用棉花棒探備 更加要深入口腔 結果才會更準確 陳榮報導 安省科學顧問發出使用新冠病毒快速測試的新指引 建議民眾採釀本前半小時不進食 先將棉花棒放在兩邊棉內側掃藥5秒 再放在舌頭或喉嚨5秒 之後再探入鼻孔3次 以提高結果準確度 原因是感染病毒初期 Omicron病毒先在喉嚨凝聚 之後才聚在鼻孔內 所以口備加進行測試更有效 顧問又提醒民眾不應該倚賴一次陰性結果而放棄隔離措施 需要在24小時後再做快速測試 如果5天都是陰性才更可靠 但反過來只要一次出現陽性結果 就應該立即採取隔離措施 而不是等待有核酸測試結果才隔離 安省省府表示 每星期向民眾派出550萬份快速測試配套 8個星期內達到4400萬份 就會開始安省省省省省省och座 感谢观看